皮亚尼奇清城C罗是目前球队的第一任意球手,8月29日是,皮亚尼奇上个赛季与迪巴拉是尤文图斯的两个任意球手,而在新赛季,随着C罗的加盟,尤文图斯的任意球主把第一人成了C罗,但是根据OPTA的数据显示,在任意球胜门成功率方面,迪巴拉以及皮亚尼奇清城C罗是目前球队的第一任意球手。 皮亚尼奇都比C罗要高,皮亚尼奇是一位任意球大师,在禁区湖顶附近偏左侧的任意球威胁极大,上个赛季,他也与迪巴拉共享球队任意球的主罚权,其中皮亚尼奇主把前场左侧的任意球,而左脚球员迪巴拉主把前场右侧的任意球,新赛季,C罗加盟游文后,球队的任意球的主罚选择出现了变化。 皮亚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目前C罗成为了尤文图斯,亲定的第一任意球主把球员,C罗加盟了尤文图斯,他在过去的几个赛季,已经证明了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。 一开始在尤文图斯的训练中,我与迪巴拉主把球队的任意球,但是现在,球队的任意球100%是C罗主把的,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任意球打师。 C罗的任意球能力出色,在职业生涯中也确实打入过许多精彩的任意球得分。 在本届世界威与西班牙的比赛中,C罗的那角任意球得分,就帮助葡萄牙帮平了比分。 但是仅从任意球主把成功率上看,C罗与迪巴拉以及皮亚尼奇相比没有优势。 C罗,皮亚尼奇和迪巴拉的任意球数据对比根据OptA数据看,自从2012年以来,C罗一共主把了170次任意球,但是仅打入11个进球,圣门转化的分率仅为1%,而在同时期,皮亚尼奇主把105次, 打入14球,成功率13%,迪巴拉主把49次,打入9球,成功率18%,因此次分埃来格里让C罗主把任意球,的选择或许并不是正确的。 C罗在一甲的前两轮比赛中胜了15次,但是没有进球,而在谈到C罗的一架手球时,皮亚尼奇说道,C罗的加盟给油门带来了新的东西, 我必须要折服的是他的圣门非常棒,他给油门带来了巨大的信心,他加盟油门我非常高兴,他的加盟使得我们更加强大,我希望他在油门过得开心。 随后皮亚尼奇又谈到了对战拉奇奥时的进球,并谈起了球队新赛季的目标,对战拉奇奥的比赛中,那个球非常高,但是我准确的发力将球打入球门, 这个球不仅需要技术,身体的协调也非常重要,与前几年相比,我进步了不少, 油门新赛季的目标,我们要保持赢球的节奏,我们要为球队赢得更多的奖杯,油门突私有伟大的目标,赢得一切冠军。